好 各位观众 在8月20几号的时候 在8月中下旬 这是台北市长郝龙斌 曾经呼吁 他说明知道他一定会哀骂 但是他认为 他是基于蓝绿之间的和谐 基于医疗的人权 他呼吁应该成立一个医疗小组 让陈水扁总统 比较严肃去评估保外就医的问题 今天他再度说话了 一起来听听看 刚从欧洲考察反国 参加云端产业座谈 郝龙斌精神异议 上个月吴玉锦抛出政坛震撼弹 力挺陈前总统保外就医 现在陈水扁健康亮红灯 郝龙斌面对镜头 还是开口 强调就是组织一个 专业的医疗团队 针对陈前总统 他的身心状况 做一个完整的医疗评估 遭公信 但不论怎么问 郝龙斌都像录音机 透过一个专业的医疗团队来评估 应该可以受被大家接受 而且能够让大家幸福 情绪文字都不多不少 郝龙斌已经不像在自由厢那般 慷慨激昂 因为国民党内到目前为止 停点就医 郝龙斌还是那唯一有Guds的一位 如果是政治考量 我不倾向往这个方向去思考 好市长不过就是奋力一搏 他以为他跳到火坑里面 喊一喊 蓝绿就会和解 结果把自己烧毁 台上市长胡志强曾评论 郝龙斌简直是往火坑里跳 绝对会伤到自己 当时党内立委也反弹生一片 这回陈前总统病情转趋严重 胡志强没有公开行程 也不再回应 国民党上下似乎刻意淡化 阿边保外就议议题 就怕党内再有人 把压力加注在马总统身上 好 在陈前总统第六度 保外借户就议之后 我请教师博文 你怎么看郝市长 今天再一次的呼吁 我觉得郝龙斌 可以证实他当时是对的 就是说 组一个医疗小组 来针对这个陈水扁的 这个医疗的问题 做最专业的判断 当时我们在讲这个问题 也认为不要去考虑政治 不要去考虑其他 非医疗专业的问题 我们就纯粹就医疗专业 可是很遗憾的 郝龙斌当时的呼吁 马英九不但没有认同 而且还发动党内的同志踏法 那现在看起来 确实这个处立桃医院 当时可能在判断上 有一些错误 但是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 今天包括上次柯文哲医师 也坐在这里 今天郭振领郭医师坐在这边 这两位都是教授级的大医师 我坦白讲 今天鼠立桃医院很多医师 都是他学生背的 这两个专业医师站出来 讲这样的话 我觉得今天很奇怪 阿扁做完这些医疗检查 大家这么关心的时候 那些医生都跑去哪里 为什么今天不是由专业的医师 出来跟大家讲说 阿扁当时我们说 这个不需要保外就医 然后直接送回这个台北监狱 这是对的政策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这样专业的话 而是由典医长来讲这样的话 尿解不出来 刚刚这个郭医师也讲 尿解不出来 医师都认为 这个本来就应该 要继续留言观察 为什么当天晚上 要立刻送回去 这后面到底是牵涉到什么因素 所以我现在担心 政治不是干预司法而已 现在政治变成干涉医疗 非常恐怖 小军我刚刚讲到这MRI 郭医师说 这个阿扁你先照MRI之后 发现这个问题 那阿扁到底什么时候照MRI 我都觉得很奇怪 刚刚那个北监的新闻稿是说 9月14号 对不对 我这边是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 9月12号的新闻 那这表示是9月11号发生的事情 大家看一下 台北监狱提供给 苹果日报的这个资料 这个叫做核磁共振成像MRI 正常 9月11号有照啊 提供给苹果日报的资料 9月11号MRI是正常的 我对照博文 我看这个9月11号 法务部的新闻稿 他所做的是在清晨6点18分 成员抵达医院之后 为他进行胸部S光 的确有做MRI 核磁共振成像 心电图肺功能 心脏超音波 无痛未尽 以及大肠镜七项检查 的确有MRI当时做了 的确有做MRI 那是说当时做MRI 是不同的部位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要讲清楚啊 那我更要进一步质疑的是 其实阿扁这边有这么多 关心他的专业医师 希望组成医疗团队 那北监当然 你可以跟属立桃园医院 也说我们合组一个医疗团队 让全民可以信任的医疗团队 否则就不会变成像 五度借户就医 竟然小中风咽不出来 那大家会质疑说 这个阿扁的医疗团队是真的 这种医疏实在是让人家勘虑 甚至发生误诊 还是说背后有政治因素 小军坦白讲 这如果背后是政治因素考量的话 这是不得了的 天大荒谬的事情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们一定要追究清楚 我请教师 郭医师 这个整个流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应该是做两个不同的MRI 不同部位的检查 不同部位 所以根本他当时做的不是脑部 应该是比较偏向 那个社会线那些问题 他们要看到底是几个 郭医师 我觉得很奇怪 是说我们一直呼吁 其实医疗人权的部分 你有专业来发言 为什么到现在目前为止 这个争议性这么大 比如说你认为 你是被三个密医 反驳你们的专业的看法 对吧 我觉得他可以派专业的团队 而且公布姓名 去公布说他不需要保外就医 他是OK的 可是为什么不端出一个专业单位 而是由典狱长 甚至由法务部的部长跟次长 甚至是马总统出来说 保外就医等于是把他放的 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所以我说他们三个密医 他们不是没有找医师 他们鼠头的或者长任的医师 做完检查之后 没有对话发言 然后我们这边有什么发言的时候 他们另外找别的医师来跟我们对打 包括沈腹熊 包括其他的密尿科医师 比如我上次讲说 他那个精染那个血肿 是不是因为长期禁欲造成的 对不对 他们就一大堆人说这不对 结果这次鼠头的医生 检查结果之后 他说我可能是对的 因为那个可能是长期禁欲 这样禁离 那个是血管的扭曲 所以今天这样转过去看起来三颗 再转过来变成两颗 然后再转过去变成四颗 那个是血管的那个 就是充血 这样不容易就这样 所以他们不是没有找医师 他们找外面的医师来跟我们对打 那另外我趁这个机会跟各位讲 那为什么要跟你们对打 意思就是要关他关到死 要把他们说我们都是讲的 这是可笑的啦 那个不可信的啦 要把他们等于是说 我们讲话都是没有用的啦 这样子啦 那我们我趁这个机会讲一下 其实今天大家在谈医疗人权 其实我觉得这不完全是医疗人权 这是医疗法律喔 医疗法83条有讲说 碰到医疗纠纷 要有医疗 法律要有医疗专业法庭来审判 要找医疗专业法庭 那阿炳这个当然 你说他不是医疗纠纷 当然也可以说他不是纠纷 但是总是有一些争议嘛 所以碰到这种事情 应该是找医疗专业的人来 来做这个决定 医疗法83条是讲医疗专业法庭 是说法官要有医疗背景的人 那我刚才讲说那三位 点医长 华部长 那个马总统 都没有医疗背景 其实不太合乎医疗 医疗法83条的那个规定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完全是医疗人权问题 这是法律问题 那另外就是刚才那个点医长说 那个阿炳他回去 这个验尿的问题 我刚才已经讲了 其实鼠桃医生有 所以虽然他们是找鼠桃医生 来帮他做检查 但是鼠桃医生其实很可怜 他讲的话人家不一定听 所以他认了阿炳没有尿 应该就继续留下来 来看到什么原因 结果还是被送回去 那谁擅自决定说 不听鼠桃的时候 那你想也知道是谁啊 这个这个对不对 当然一定是点医长嘛 当然也可能点医长说不是他啦 Anyway 反正就是绝对不是鼠桃医生啦 鼠桃医生 我前天去的时候 我当面问他说 既然有问题为什么你不要讲话 我哪里没有讲 我有讲啊 我说不可以回去啊 这个流程来 国动大哥 北建可以这样擅自做决定吗 这样看起来 整个过程问题很多 有质疑的时候去检查 就检查出所谓有肿瘤 对不对 我们如果一次一次去看 会发现说 当时一直希望能够保外就医 去检查 第一边呢 第二次的时候就说 摄护线有一颗 再去检查 一个月之后又有第二颗 一个月之后 发现有三颗 现在说有四颗 现在变成说 曾经中风过 北建是没有这个管理的 根据建议行刑法 北建议是在管理整个 受刑人整个 加在里面的事情 现在刚刚刚郭医生说了 如果这个未来 牵连到医疗纠纷的时候 如果如果又显出来 桃园属立医院 你的诊断报告 被发现有作假 那个事情就大条了 所以我都怕你 主动马英雄说 保外就医就是放人的 其实北建敢放人吗 北建哪里敢往保外就医 这条程序一直去走 不敢嘛 所以北建一直在发布这次 我就觉得 现在北建说的已经没人要相信了 现在还严重的是 连鼠立桃园医院讲的话 人家都不相信了 因为我都不听了 桃园医院怎么讲啊 刚刚郭医生说的都是屎下说的 桃园属立医院当时 有出来跟我们证实说什么东西 所以我连桃园属立医院的诊断书 我现在也没相信了 到底你是如何准断的 其实说起来 柯文哲医师有一次在说 社会一些发言 小便小不出来 那个开始的时候不是大毛病啊 老年到六十月以上 常常有这种症状嘛 那是小毛病的时候 今年一个桃园属立医院 国家的病 就没法处理这件事 而且属立医院在做什么 我们是发的属立医院 你医生的程度太低 还是属立医院 说很悠久 上头压着不可以说不出来 你自己去想看看 但是本来说 刚刚刚说的 北京今年发行文告 说这是无心中风 这是枯的时 这样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但最近做贝尼的总统 每一年都有转身检查 全身医疗检查 所有医院有医疗小组 在做总统医疗检查 他有病例表 他有病史呢 他可以掉出来看 陈水平八年的总统里面 有中风阶吗 他的核磁共振救出 有什么东西吗 他没有呢 他在年轻之后 就叫马英雄叫 政府整个抓起来 到现在四年了 你怎么说 都是这段时间发行的中风现象嘛 你不管是台北京的附近 台北看守所附近 都是这段时间嘛 不然你把病史调查证明 过去你看他就有了 这样没人说 如果过去病史 总统的医疗小组 每年都做全身健康检查 都没有这个病史 那一定是被关进去才有的嘛 那为什么那时候建议都不 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啦 对 对 不要说是一个总统赏人的啦 你一般的一个受刑者 如果有这种问题 你建议就应该负责任啦 这件事不是让外面去 哎哟 剛才小青人问说 你这里有科文哲 还有郭正迪医师啊 这就是政治立场嘛 好 龙斌其中 政绩做不好 台北京叫车尾 那些人不能接受的 但是他说这些话是对的 我们就把坤定积极说 他说这些话是对的 他要骗什么 你去做一个病毒小组 大家大便 他的业心专业的 来 要分農的立场 都叫我来说 这到底是安全的 那不是很公正的 所以我在这里 建议胡志强市长 胡志强市长 你说好龙斌跳火坑 你说不能用政治 这你不是用政治的 跟我们讲吗 好龙斌市长有讲错吗 你做一个台中市场 尤其你自己发生的事情 那些发生的事情 我们跟你讲 说市长 你不要把那个人心里面 最黑暗的那个底掏出来 人的心是最黑暗的 最沉最沉的 你把它掏出来 都没输了 怕你不是燃力的 燃力跟身体健康有什么关系 你怕你也应该 站在一个中央 这些东西应该 就让专业医生去变国 好市长讲的是没有错 结果你说 胡志强斌跳火坑 你就用政治的观念 在看这些事情 你这样配过做一个市长吗 我想要的是郑榮大哥 如果说北间 你知道吗 如果他调出八年的 过去的病史 病史报告根本没有的话 是在这段时间 我们从专业考量来看的话 北间会这么不容易去发现吗 他不是有医疗人员吗 那过去好几次的介护就医 我们没有看到医疗单位 有对外说明 这也有可能 来自于过去医疗单位 他们对外被认为 下了封口令 北间就说了算 这中间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在野的也好 停扁的也好 还有那个 这些的 包括好龙病也好 包括那个 两个这个 这个我们五都的 两都的这个 这种议会 以及八个县市议会 所要求的 其实都很简单 照医疗走 这是一个医疗问题 应该让留在 让医疗的人员 互相去讨论 尤其不同的医师 有不同的看法 其实毕竟 那个是医疗层次 非医疗的人员 尤其那些所谓的秘医 本来对这种事情 就不应该去讲话的 可是呢 是这个整个事情 在马英九的指导之下 已经不是这个医疗的这部分 马英九不会尊重专业的啦 这种情况 举例太多了 他现在是怎么 他的考虑是什么 我的研判 他根本就在 顾他的基本盘 所以你在 你在那个电视call音里面 你听到的 那些是质疑什么 你知道吗 用这种非医疗人员 去质疑像郭医师 这样的医疗人员的判断 是用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操作是为什么 因为这些话 那些马英九的那些 马迷们 基本盘们 愿意听嘛 一个民调只剩下18% 20% 21%的人 他考虑的是什么 我基本盘不能 最后都丢掉了 不然的话 我就怎么办 他所考虑的是这个东西 他所有的 他上台以后 所有东西的表现 都是无能又无耻嘛 那这种情况之下 他能够做什么 阿扁这一关 他如果再放的话 基本盘也没有了 搞不好 马英九 我看能不能干完四年都成问题 难道真的是为了不惜 不惜剥夺他的医疗人权整数议题 要巩固自己的基本盘吗 我们学习片 还有更多的画面 马上回来 咱俩 п CHRIS 不把《玩物》 甜点 gefragt 民族